这才是2023年流行的客厅 以前都做严版电视墙 造价高不实用 成品沙发也没收纳 再放上方形茶几 时间一久玩具临时越放越多 客厅凌乱不堪 不如这样做 一、不做严版电视墙 而是做满墙储物柜 储物空间多一倍 关上柜门不落灰 中间放百件饰品 嵌入大电视 再装超大投影 追剧更过瘾 底部整台开放格 玩具再多都能装 二、不买笨重方形茶几 孩子没有活动空间 沙发底下还是卫生死角 而是方刚坐地台 外包木式面 底部整排大抽屉 收纳日常囤货 再去掉复杂沙发背景 设计半高木式面 铺上沙发垫 就是舒适大沙发 侧边再做矮柜 收纳书籍毒物 台面随手放水杯零食 中间搭配小园器 不用时推到一边 打造玩耍小天地 实用省空间 三、不要阳台推拉门 而是包机展门套 阳台台高坐地台 空间延伸更宽敞 四、布装传统晾衣架 难看还打光 而是一侧装横向晾衣架 方便日常晾晒 下方活动晾衣感 床单被套也能晒 拉上沙帘更美观 另一侧做储物柜 嵌入洗红套装 不怕衣服晾不干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